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到此为止吧 谢谢 是吗 现在是学校围的 我能要求你挑一支舞吗 不行 我写的第一支舞必须是我的 按辈分来讲 我现在算你表叔 懂不懂礼貌 你要是被你粉丝知道了 那你就完了 我的粉丝都特别善解人意 不用你操心 你们两个别吵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就下的第一支舞 要跟舅舅跳 舅舅舅 爸 舅舅 你这个辈分的人 就不要跟我们晚辈去下来 你还知道长辈得让小辈 那你还跟我抢吗 我业语系的字架 你就没有礼让二次 是不是相信 还得跟舅舅跳 因为舅舅是长辈 最大那辈了 不可能 只能跟我跳 舅舅 舅舅今天就跟我跳 我是明星 我是长辈 那岑舅舅舅 好大 真漂亮 好看 这些学校好看 谢谢 这 还是进行接安 你 拉我来这儿干吗 一年之前海边那个夜晚 我就想邀请你跳舞 所以今天晚上你的舞 你还给我 零 我有画爱你 我也有 我爱你 我们到此为止吧 我现在终于可以彻底分清你和负责医的区别 那你为什么还拒绝我 正因为我跟你们都相处过 我可以分清你们 但我却更分不清自己的心 我不知道明天我在看到这张脸的时候 我会投稿而出谁的名字 只要你确定你爱的是我 教理或者是负责医一点都不重要 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负责医是一个坏人 他自私地扼杀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甚至扼杀你 我觉得我必须恨他 跟他决恋 但是你现在突然回来 告诉我你还活着 我才发现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坏 而你 你有无数次的机会 可以和我说清真相 你却选择瞒着我 知详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我没有要责怪你们的意思 无论是零还是一 我都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 我是个特别简单的人 到点下班 喜欢就买 我没有办法去猜你们的心思 以后不管你们谁是谁 我们都还是好朋友 我先回去 我先回去